这个桃红有一个成功的秘诀 不认真干什么就准成功什么 这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 你瞧我们编导总结的 你要说不信咱们一条一条分析一下 第一 喜欢舞蹈 但是舞蹈班每月的学费24块钱 是 游泳班不要钱 免费 那得了游泳去吧 结果就很成功 一路非常顺利的过来了 是真的吗 没有 他们当时跟我说是花样游泳 就是在水里跳舞 那哪儿都不是跳舞吗 那不要钱就去那儿吧 站着地上跟站水里跳是一样的 但是不知道游泳还不是那么好学 第一点其实算是误打误撞 是吧 我们第二个挺可乐 对演员没有兴趣 闲着没事敢拍个戏 结果片约不断了 你就有点太欺负人了 你要知道每天有多少演员 哭着喊着找不着戏拍 你当时对演戏没有兴趣吗 我是觉得我真挺晚熟的 我对自己不大了解 可能身边的人都觉得 看出我适合干嘛了 我可能还不知道呢 所以就碰到一人 他给我支这儿来了 我就干这行 那个戏叫阳光灿烂灿的日子 对 大屏幕是有的 这戏好几年了 有月看过没有 看过 感想怎么样 挺好的 是吧 评价这么高 这孩子会说话 会夸人 第三 第三 闭嘴 我都说出第三来了 你就别搭菜 我都在说二 你再说有 行 第三 演得特别好 行了 你喝口水吧 你喝口水吧 这是您的水 你还先脏了 你拿着我都没先脏 第三 不知道什么是大学 随便一考 结果中系 北影影 上了系 同时录取 这话说的不准 说不准 说不准 这么说我又遗漏了地方 对不是不是 不能说不知道什么大学 以为大学就是清华北大 这一想 这辈子算实现不了 后来就人家给我指条名字 说有那个文化课 不要那么高分的地儿 学表演的 然后我就去考了 这听说不要那么高分的地儿 一下这三所学校都要你了 结果就是到了中系 对到中系 到中系的时候 没想当演员 可没想到 他获得表演课一百分 表演课你能拿一百分呢 不许笑话嘉宾 一百分 一百分 满分一万分吗 那就是没成功 你先乐会 虽然念中系 但没想到毕业之后 会做了演员 更没想到红 而且还拿了影视的双料 拥候 我的天哪 我们这边有张照片 你看都哪几个人是你 我们班的是吧 好多年没跟他们大伙 在一块去了吧 没有 刚才来路上还在跟人聊天的 他们是不是都特别爱 跟你一块聊天 我是他们的班长 你是班长 这个班 好不聊 好吧 你上学的时候呢 我哪上过学 我上过学的时候 你说是大学还是考研那会儿 考研这是有点言过其实的 因为我们那会儿 你说上大学就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初二就出来了 比试我们 没比试 我们都口试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跟你聊天呢 可了不得了 你走这儿交乐去 演的电影叫黑眼睛是吧 对对对 然后得了一个金鸡百花的双料影后 这太了不起 没有照片 左边紧 紧上面那就是小桃红 对 中间那也是 右边那也是你吧 想的呗 是眼睛 喝点水吧 孩子把我的尴尬杯给我 你不回家做饭去吧 你走吧